年底選戰逼近 而這次台南市長選戰 只有兩位參選人 國民黨提名的黃秀霜 要挑戰民進黨 現任市長賴清德 最新的聯合報民調出爐 賴清德的民調大幅領先 以65%的支持度 勝過黃秀霜的14% 相差了51個百分點 另外在看好度方面 高達81%的受訪者 都看好賴清德 只有2%看好黃秀霜 好 其實來看支持度的交叉分析 不論是男性或是女性選民 都有超過6成的比率 支持賴清德 黃秀霜則是都不超過15% 而在政黨差異上 賴清德有超過9成的 泛率支持者力挺 就連泛藍選民 也有將近4成願意支持 這份民調 在95%的信心水準下 抽樣誤差 正負3個百分點之內